鳄玉碗是我们千辛万苦 创建起来的根据地 可我们竟然轻易撤离了 结果 越走 离根据地越远 越走 敌人的尾锥堵截越凶 我们的处境也越困难 邝警长 这些话就不必再讲了吧 我们四方面军 与鳄玉碗苏区 与那里的人民群众血肉相连 在座的各位同志 难道还有谁心里不清楚吗 我们是被迫撤出队 是被迫的 那是因为第一次次反围剿 我们打败了 但为什么失败 因为我们盲目轻敌 这个经验教训 我们总结反思过吗 而且撤离前没有动员 也没有说明 现在每天除了打仗 就是行军部队行动的决策 都是有几个人 甚至一个人说了算 遇到事情 都是传令兵来下达命令 可这个命令到底是谁下的 这个命令 符不符合实际战况呢 我们一路打一路退 但是到底要往哪里去 总不能无止境地退却吧 此前我们的计划是 跳出鳄玉碗 越过平寒线 伺机兼敌再打回去 那么现在这个战略方针 有没有改变 留守在鳄玉碗的那些人 又该怎么办 这些问题 能不能跟大家讲清楚 对 对 能不能讲清楚 同志们 当然是要讲清楚 今天开这个会 就是要听听大家的意见 对 刚才有同志说 我们撤离苏区之后 走一步看 打一仗算议 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前进方向 对此 我做个检讨 一路上做出决策的 主要是我 陈昌昊同志 和徐向前同志 其余同志 参与得比较少 导致一些同志 但是没有透彻理解我们的决策 误以为部队始终在盲目移动 这个责任 主要在我 我也有责任 正如刚才 邝其勋同志所说 离开鳄玉碗苏区短短三个月 我们尝尽了没有根据地的被动和艰难 兵力有两万人 锐减到了一万五千余人 再这么盲目蹊撤 是会断送四方免军的 所以我的意见 立即停止退训 迅速 再闪肝一旦 建立新的根据地 对 对 对 建立根据地 建立根据地 建立新的根据地 是当务之急 没有了人民群众的支持 我们的队伍就没有了根 就无依无靠 无援无助 迟早会被拖垮 对 必须建立 必须建立新的根据地 快去 九月份离开根据地 战士们身上穿的还是单衣 现在实质严动 一万多人的大部队 都动得打哆嗦 再向西走 山里的气温会越来越低 战斗力也会大打折扣啊 三个多月了 部队日夜转战 风餐露宿 伤病员随军 成了大问题 只能忍痛 托付给当地老乡 看是 做出决策的同志 有没有想到过 在没有基层党组织的地方 山冰员能否得到及时的医治 会不会被薛英找到 甚至有几次 街道的命令是放弃山冰员 这样的命令 让大家感到很寒心 如果 身在医治受了伤 就会被吴京抛弃的队伍里 谁还会奋不护身 应用杀敌 从撤离到现在 中央分局没有召开过一次会议 来讨论部队的战略战术问题 我们每一步行动 中央是否知晓 有何指示 总该跟干部们通个气宝 不能一问什么 就借口军事机密 把大家都蒙在鼓里 不明方向啊 要改变这种 家长制作风的决策方式 现在大家对红四方面军的前途和命运 你都深感担忧啊 如果负责决策的同志 没有能力挽回危局 我认为 应该把情况上报中央 请中央来决断 对 对 对 上报中央 必须报警中央 对 今后红四方面军的 所有行动计划 应该报警中央 必须上报警中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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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